一篇怎么样 哇 这个 或不单行 我生那么那么倒霉 又什么是我 我们人生好多劣势 好多逆势 当我们呢 遇到逆势的时候 我们想要去改变它 要怎么改变 一般人都是怨天尤人嘛 或是求神问卜嘛 是不是 可是这个主题听得很好 你要扭转你人生的劣势 你要感恩 感恩这两个字哦 听起来很简单 其实不容易 你懂意思吗 为什么不容易 因为啊 我们太容易得到 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 很大的毛病 你知道吗 也是人类的通病 也是弱点 这个弱点就是说 你容易得到的 你不会珍惜 举个例子 我请问你 空气重不重要 好重要 可是啊 有没有人一起来的时候 亲爱的空气啊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赐给我空气 好好 好舒服啊 你们会这样子吧 你们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们家里 都会觉得你笑一笑 我跟你讲 讲到这个笑 我在美国留学三年 美国人跟我们的文化是不一样 我的这个读的学校是在那个 芬特兰就是二亥二洲 算美国的东北 东北的话呢 我们那周二亥二洲呢 大概一年就有半年的太阳的日子 其他都是雨天或是阴天 所以呢 那里的美国人哦 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 美国人他们见面讲话 对不对 他们是不会问人家的隐私 你了解吗 很多人说 我是那什么事情跟美国人讲话 不能问 我说你不能问人家的工作 对不对 不能问人家解分了没 不能问人家的性倾向 对不对 不能问人家 这个赚多好钱 都不能问 他说老师 那这样我要跟他讲什么 那不可以说话啦 因为我们台湾人见面就是 哎呦 你怎么不带我 快带带啦 哎呦 陈老师这样我叛气 他还在你坐 是怎么谈的 也不过我 怎么谈 我们大概标题都是这些 可是这些议题都是 美国人不能讲 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说 老师 不然美国人都在 说不说什么 我再告诉你哦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有一次哦 然后呢 就在路上走 那看到两个 这个美国人 对不对 应该也是好朋友 往后见面 你知道吗 你就在那边 有说有笑的 你知道吗 那我就很好奇 你知道 我就跟他们走过去 听听看 看你在说什么 你还说到这样 你还不说不笑 就你们知道 他们讲什么 他们那天的主题 我在那边听 讲了半个多小时 他们的主题是 太阳 上 你知道吗 一开始 这边 Hi nice to meet you Oh me too Steven How did you feel the weather today Great 一个人一个说 天气很棒 Look Oh the sun is so beautiful Oh really sure Oh I love the sun Me too Look The sun is so shiny 太阳又多漂亮 然后就跟鱷麓展 这太阳说 闪亮亮 又鱷麓展 太阳又多 crystal 两个人说 好太阳 说八天多少钱 那为什么 我们在旁边一听可能是笑 但是不是 他懂得感恩 因为在那里不是每天可以看到太阳 家民董老师的音色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朋友都要来学习感恩 我们要感恩 当你这个荣华富贵 锦衣玉食 儿女孝顺 身体健康 你要感恩 但是当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 我们不愿意遇到的事情 我们要跟感恩的心 为什么 因为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要这样的心情 我讲一个例子 最近大家有看到新闻有没有 他们劝老师不小心又上个新闻 我真的不想上新闻你知道吗 我这是上什么新闻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团体 叫做什么 卢 卢 卢 鸡 汤 这是一个新的这个团体 表演团体 我们叫卢卢鸡汤 这个Oh my god 对 已经知道我们的魅力 卢卢鸡汤就My god 这卢卢鸡汤是四个人组成的 卢的话是谁 卢花 卢卢 A卦呢 Speaker 好啊 卦池 好啊 好啊 这汤呢 Toni Chen Oh Tony Chen 哇 然后这个G呢 是我们的团长 她叫好娜鸡 噢 啊 这是我们团长 什么好娜鸡 这四个人组成这个芦荟鸡汤 那首先呢 为什么会组成这个芦荟鸡汤 我要把这个道理讲给你们听 这些人 芦荟大家不陌生嘛 上个月想要自杀 你们知道吗 死没去 你知道吗 不然你就是头版新闻 丑角芦草 芦荟自杀生亡 我死没去 因为我的关系 我又给他救回来 我又要死 又给他救回来 这是芦荟 芦荟你们知道吗 他跟他说什么 他跟他说也会救人而已 他就没有说 他现在 达方26岁 26岁 他没有工作人力 他不是拼担哦 你了解吗 他也想工作 你了解 他会称到我说 我想工作 我说好啊 那你工作看什么事 做一下 老师 我不是不做